中央设计者管瑞平苗栗县27日店 洗衣机清洗业者陈品红因环岛认识创世 植物人安养院 今年8月要在半年内发动公司技师 完成全台17处分院免费清洗服务 今天来到苗栗分院 为植物人的皮肤健康贡献心力 年仅28岁的陈品红 现任爱丽解洗衣机清洁家执行长 今天率领两名专业清洗师傅到苗栗 创世植物人安养院免费清洗三台洗衣机 经过一番专业清洗洗衣机恢复量力如新 创世基金会苗栗分院院长陈绿荣指出 院内目前安养45名植物人护理人员 定时为他们洗澡沐浴 更换衣裤并换洗床单 中单枕头套为连 全养赖六年前募集的三台洗衣机 陈绿荣说 洗衣机长期运转 难免累积水购或藏有细菌 院方每年找厂商清洗得吃出不少费用 此次有专业人士协助免费清洗 不仅提升植物人义务的清洁度 更保护植物人的皮肤健康 真的让人很感激 陈品红两年前骑脚踏车环保 旅程中认识了创世植物人安养院 在内心激起不小冲击 一心想为植物人做些事 起初捐款募集物资 今年决定就用几身专业 为植物人贡献一点心力 在内心 20 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